今天捡到的这些原石呢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这个 加工原石的工厂里面来 然后打算做一个东西 我想做一个吊坠 然后就问一下师傅能不能做吧 师傅你帮我看一下 这是我去捡的 然后我想做一个吊坠可以做吧 这吊坠 品质不太大 这个只能做一些百事 这大型杀的话 就要注意那些打磨工具都还需要很多 这不太好做是吧 这些东西 像我这些 像我这些的话这样 上钓以后的话 能够结合在一起啊 就不容易 这些啊 那我能给你重新 我能拿这些给你换这个吗 可以啊没事 可以啊 那你那你 我拿这个你换这个 你帮我拿这个做一个吊坠可以吗 可以 好的 那我这个放哪里 先放那 先放这啊 干一下那块 走走走 我去看一下师傅做吊坠 那个石头呢 那个石头换的那个 那个石头换的那个 换一个品质更好的 我们那个的话 它是比较适合做摆件 就摆在那里自己的柴位啊 之类的这种啊 嗯 我拿来装的吊坠 我们看看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哇这块还要红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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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形状出来了 不如关滑一点啊 所以在这上面捧成的来讲的话 就是水分一点 水分就排掉了 基本的形体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先这一道东西去触磨 触磨的话 然后还有细磨那些 然后打算 我看一下 哇 这个好漂亮啊 水滴形状的 等会还要磨是吧 这个基本形状出来 交给你了 好期待它变成成品的样子 这已经是第四道磨了 要磨好多次才能变成最终的成品啊 现在已经到最后一道工具了 好激动哦 马上就能看见成品了 最后的话 那是有一块工具就这样子的 然后呢就把它磨的测量的那种 这个就是经过了 好多道工具 不知道 手不清了 然后就是变成最后这样子了 好亮啊 你看 我亲自 就是守了这么久 真的好不容易啊 你看就用原石打磨成这个样子的 然后就是 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拿回去吧 三块大不大的石头换了 这样一块 但是这种的话是精选的 精品 独一无二的 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 走吧 满足 回去了 鸡 tätä 这种水分 跟大家 一下 一下 感谢观看